我非常高興能夠接待您代表團的到來,不僅是從經濟部部長蔡先生, 還從我們的秘書長,Katia Hessel 女士,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歡迎。 我也很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,能夠參加這個推薦會,並且能對中國與巴州之間的經濟部份所發言。 我今天的發言不會長,所以我的發言就從短短的回覆開始。 中國與巴州之間的外貿關係,雖然我們巴州不能跟中國相比, 但是我們的數據表明雙方的貿易在2008年,達到了185億的歐元。 當然,2009年來,我們這個稍微少一些。 中國呢,現在呢,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國民經濟,也是第三大的貿易大國。 中國的貿易大國民經濟,也是最多的貿易大國民經濟。 中國的貿易大國民經濟在2008年中, 有約10%的股幅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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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幅。